五谷区吉仙里近期开始开办长者共餐的活动 不但有热心的施工协助烹调美味的餐点 也有许多善心人士和企业捐赠共餐经费 希望让长者每周都能够出来一起吃饭 五谷区吉仙里上百位的长者齐聚一堂 因为他们期盼已久的长者共餐活动终于顺利举办 里长希望未来每周三的中午 长者都能一起来共襄盛举 这种网友同心 本身共所无礼貌 所以市政府有些保障款都没有人保障 我们一个人存在这些钱 存在很久了 存在一段时间的时候 所以说 之前有一个黄金支柱站 黄金里的钱来三天 找我好联络办这个活动 一些社会有心人士来 赞助一下 他有来这里帮我们吃饭 他就想赞助 有钱出钱有得出来他就赞助了 过去里内的长者经常听闻 其他的地方有举办长者共餐 现在里长可以善用何序的经费 以及热心民众的赞助 终于议员大家一同吃饭的美梦 预计每周一次的长者共餐活动 也有赖乐心的志工们一同参与 无论吃餐前的采买和烹调 还是共餐活动的协助进行 都让长者丁至如归 记者方坚凯 林锦鱼五股采访报道